OK,今天我们的主题还是跟音程有关喔 因为音程它其实出现就可以构成旋律 因为我们的音程的概念好几个音程加在一起 它就有不同的音跑出来 那它就会构成一个旋律咯 所以今天我们要用音程来谈旋律的构成 那首先它可以分成几类 那第一个呢,你可以看到的是第一种方式 它是叫做同音反复的方式 同音反复的方式 所以既然是同音你就知道它构成都是由一度的 同样的音反复,一度构成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谱律喔 你可以用耳朵先听听看 这个曲子啊,是我们很熟悉的小猩猩对不对 好,那呢,老师也把普利啊,画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来看一下喔 你看一下,都都 其实都都它就是一度嘛 收收它也是一度 拉拉它也是一度 所以啊,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个小猩猩它用非常单纯的元素 就是用同音反复的方式 它就把这个曲子写出来了 好,那除此之外呢 它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喔 另外一种方式呢 我们会把它叫做极静 极静 那极静的概念呢 就是只是跟它的隔壁而已喔 所以啊,它是两度的关系 不管是大热度、小热度 或是真热度、减热度 那只要是在它隔壁的音呢 这个就叫做极静 那我们来听听看下面的这个例子 这个是极静的例子喔 请听 OK,这个例子啊是很典型的 两只老虎的儿歌,对不对 好,我们说啊,它是极静喔 你来看一下普力 Do Re 是不是两度 Re Mi 也是两度 OK,米多我们先跳过 Do Re 一样两度 Re Mi 两度 然后 Mi Fa Fa So 所以啊,你看它其实都是用两度的音程 就把这个曲子写完啰 那接下来啊,有临静的音 当然还有跳的音,对不对 所以啊,第三大类啊,所以啊,第三大类啊,它分成两小类 第三大类呢,我们就把它叫做跳进咯 有极静,在隔壁的当然也有跳进 那跳进呢,首先它有小跳 小跳啊,就是三度 就是呢,我中间隔一个音,比方说Do到Mi Mi到So,就是中间有隔一个音的,就叫做小跳 那小跳的曲子呢,我们来听听看哦 三度以内,跳三度的曲子,我们来听听看哦 注意听咯 OK,这个曲子啊,是海顿的金二交响曲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对你,首先啊,你有发现 诶,它好像用同音了,对不对 好,可是你看哦,关键在这里 Do Mi Do Mi,它是不是三度的关系呢 Do Mi 然后Mi So,又是三度 So Mi,也是三度 好,然后 Fa, fa, re, fa, re, re, si, si, so 哇,这个曲子它都是用小三 用三度,三度,三度的概念哦 OK,那这个就是小跳 那,除了小跳之外呢 当然就还会有所谓的大跳咯 那大跳呢,它就是要超过四度以上的 四度以上的曲子,就叫做大跳 那通常啊,我们在整个旋律进行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少大跳 因为大跳啊,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点距离 没关系,我们先来听听看哦 请听 我们再听一次哦 OK,这个曲子啊,你有听过吗? 这是一个手机铃声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那这个曲子啊,哇哦 一刚开始,就一个大跳八度耶 那,doshi呢,是在临近的极近对不对 那,si, so呢 哎呀,我们把它都写出来好了 do,si是两度对不对 si, so是三度 so, la是两度 la, so也是两度 so, mi是三度 好,do, so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个大跳 do, so,又五度了 然后, so, do,一样五度 那, do, fa,四度 fa, do,一样四度 然后, mi, do, re, do 就是小跳跟极近 所以这个曲子啊 你发现它有跳到八度的 又有跳到五度的 又有跳到四度的 所以啊,这个是一个大跳的曲子哦 那你听完了这么多不同的例子啊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啊,音程真的跟我们的旋律很有关系 或许下一次你可以尝试用你自己的创作 来判别看看它的音程是属于 同音反复啊,极近啊 还是小跳还是大跳哦